特意拿了一台仪器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现在我把盒子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盒子里面有两个主体 有两个物体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主体部分 就是我们的物化仪的主体部分 这个的话是一个黑色的盒子 大家看一下黑色的盒子 这个黑色的盒子就是我们的加压杆 跟之前的一代完全不同 把它放回去 好 现在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使用 我先把这一个加压杆的盒子打开来 大家看一下 打开来 这里把我们的物化仪取出来 朝这个方位把它放进去 大家看一下 这个卡位就要对准这边卡位 这一头的卡位要对准这一条线 让这个卡槽 我们对准这个位置把它放下去 轻轻一样可以落位的 好 只要这个位置放好了之后 接下来就做加压动作 就把盖子放在下面 一轻轻一压 合上盖子 合上盖子之后再松开手 盖子自己会弹开 这个时候加压动作就做完了 好 我们就看一下 把仪器取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调节的就很轻松 这个一条动了 是不是 这个仪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如果你没有加压好的话 调这里是很费力很难调动的 好 我们现在已经加压完之后 就很轻松可以调一下 现在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做一些那个水的喷射 我这里已经把液体取到了10 也就是取到了0.1cc 那么我在加压 我这个仪器我就把它的压力也调到10 好 现在看可以看 10我调到这个位置 好 对准这条线 接着我把渗透管对准这里 轻轻的把它对好 也要把它拧进去拧到位 其实也不用很大的拧到位就行了 好 我们再试一下 拿在手上 轻轻的 就在按住这里了 对这里喷的时候的话 不要对着别人 也不要对着自己的眼睛去喷 我们试一下 听一下声音 看看 主要看这个雾 喷得会怎么样 看到了吗 就这样子 好 其实很简单 如果我们要做第二次的话 就把这个取下来就OK了 可以做另外一个捆做了 好 那第二的那个仪器加压的 加压和使用的方法 我就给大家演示完了 大家可以回去多练习一下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微信上跟我来咨询 跟我来沟通 谢谢大家